王菊还是没有接受够教训,我觉得这点不好,那位上白田议员,不管你对他有什么看法,拿人家的名字起外号并不太好,如果是口误,希望王菊能及时道歉,如果王菊不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恐怕以后这类型的矛盾会接连不断。 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揭露政治方面的阴谋,阳谋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人,组织政府的打压,不只是中共担心王菊先锅底,台湾,日本,美国,如果王菊涉及到他们政府的老底,同样受到不公待遇,只是程度方式不同。 台日参议院这个不分区制度感觉很奇怪,一般来说,参议院应该代表精英团体,而众议院代表民意,参议院的作用就是防止泛民暴政的。 所以,早期美国参议院是由各州议会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日台这道好完全反过来了。 洋人常说中国人见不得人好,然而见不得别人好,扯人后腿的现象骨枝已有,当今中国更多。 政治也讲求关系,洋人搞政治不会像华人那样,讲求务实和提出的利益分配是否合理,而不是讲一些冠冕堂皇又做不到的愿景。 个人建议,王菊可以把这几期的视频内容分别翻译成日文、英文、西班牙或葡萄牙文进行传播,也可以开多个不同语种的频道,让大家都能了解到您的遭遇和观看您的内容。 尤其是日文,您要让整个日本社会媒体都能了解到您。 卖家酒的、拉皮条的、黑中借个酒菜的、亲民进党的政治势力、法轮功。 是啊,除了西太后的事,我不同意王志安先生的立场,但不影响我尊重先生,也通过先生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国人的弊病。 希望王志安先生早日拿到日本籍。 这是我第一次捐款。 我把王菊的频道推荐给朋友,朋友看了都认为王菊说得有理,台湾当局的做法让我们这些在海外对台湾充满了热情和希望的华人心凉了半截。 台式民主和西方民主差距太大了,和大陆倒是差不多。 在中国歧视,拖累社会的残废很普遍,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在中国的地方按中国的规矩根本算不上歧视,民进党就是用屁大的借口打压,还众叛王菊五年不得入境的酷刑,请各位多捐钱支持王菊讨伐民进党暴政,捐越多越好。 一直以为底层互害,所以脱离底层,但是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各个阶层都存在。 在东南亚,华人绑架华人,华人诈骗华人,华人雇佣本地人,敲诈勒索华人,拉皮条的,这都指名道姓了。 以前看节目,也觉得这人也挺好的啊。 强倒众人推,破骨万人垂,这是人的天性和人种无关,因为人性多是落井下石者众,锦上添花的少,而网络世界更是如此。 日本可是亚洲唯一法治社会的典范,王志安只要不犯刑法,就算总理也没法驱逐合法入境的外国人。 我也遇见过这样阴暗心理的人,他只要从你这得不到他想要的那点优惠,马上翻脸在互联网上抹黑漫码栽赃,我不得不拿出截图证据后,也要求他出示证据,但这人依然辱骂抹黑造谣,可想而知这种小人的普遍的阴暗心理。 看到王菊处境说中国人劣根性爱做损人利己的事,的确是的,以我以往的工作经验在处理工作上,当有利益时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都比印度人都会对自己人搞事和出卖他人,而印度人比较团结口径是对外打的,其实应该支持日本的这类法律。 王志安在台湾只是行政处罚,并不是犯罪,这个法律就可以理解为在台湾被行政处罚后无法移民日本,那么这个世界上谁最容易被台湾政府行政处罚呢?乱停车,超速也是行政处罚哦,自由民主国家不能适合你,你的价值观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 何况,你已完成任务了,我建议你由那里来回到那里去,领取你应得金钱,又可以在你圈圈内与你的同温层继续为国家服务,不要再在喊冤折腾自己,面对现实才是正道。 王菊,你并不孤单,你身后站的是九千多万共产党员和强大的党组织,永远在幕后支持着你,不要害怕,王志安同志,听党话,跟党走,为党的舆论战线立下汗马功劳,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王志安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王菊是我见过的最客观公正的时政油管博主,虽然做不到绝对的客观公正,但是比那些轮眉之黑和粉红博主强太多了。 我始终认为王菊错不至此,我坚定地站在王菊这边,王菊加油,你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 法轮功为什么会逗你,是因为在国外的华文字媒体基本上被法轮功反华帮霸占,中立的华文字媒体在外国都被挤压得没有空间,只要有中立的理智的华文字媒体在国外,他们那些只会说些头色的中文字媒体根本就没人会看,一定要起诉网报的人。 但这个会很难,我第一次就跟你说了,网络还是灰色地带,也别忘了起诉台湾污名化你们的媒体和自媒体。 起诉台湾政府的处罚,你们交给律师全权来做,这个你们完全可能赢,但必须是专业人员来做。 我1999年在日本华文报纸写批评法轮功的文章,信息都是公开的,最多是20多位法轮功学员堵着门口找我辩论,诅咒, 我没搬家也没躲闪,日本是法治社会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夸大自己的不安全是一种欺骗。 不道德,日本表面上虽然不是个移民国家,但由于少子化的问题,日本越来越倾向于吸收学历高,出生名校,给日本交税的外国人入籍。 本人由于没待满十年,永住被拒,入籍却成功了,喜极而弃入籍没那么难,只要是合法公民就可以了。 美国不准华尔街投资中国企业和股票,不允许日本荷兰的半导体企业卖设备是损人不利己吗? 你不理解的东西多了,喜极而弃中国的和平发展影响了美国利益,你对法轮教的批评影响他们的利益不一样的逻辑吗? 有啥不理解的? 我一直都在说,皇帝的新衣从来不是一个童话,而是看透这个世界的一个反讽。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在中国不能说真话,其实在哪里都不能说真话,这个是人性。 在内心我希望王菊能胜诉,但是理性里我还是觉得这件事难比登天。 你一次要拆穿两个有权有势又有钱的骗子,民进党与法轮功,受这点磨难刚好而已,您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得罪其中一个就够你受的了,何况他们两个合作修理你,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不论你走到哪,大法轮都会压着你。 当年央视陈萌带出的一批记者和主持人,走的走,散的散。 现在看来,王菊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位,十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一名调查记者使命,并用智慧与意志反击一切污蔑与强权。 保重王菊,您是华人媒体人之光,还是在美国比较宽容一些,这才是世界的重要焦点、信息中心。 如果王菊要离开日本,建议到美国或隔壁的加拿大,其中反贼也最多,方便交流,互相协助,英语比日语普及率高得多,而且说中文也没问题,中文群体人数也多。 我是台湾人,我支持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但我也支持公平正义与真相,所以我支持不惜被民进党及其侧意网军攻击仍要说出真相的王菊先生。 今天你不帮别人说话,哪天也没人帮你说话,台湾的民主自由要靠全体人民守护。 无知的王菊,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中华民国,不是大日本帝国。 听明白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是一个权力集中于天皇的帝国,不是什么民主制度。 就算勉强称之为民主制度,那也是到了二战之后美军对其改造的结果。 有时候我并不喜欢王菊这股天生的轴劲,在国内的时候还不那么明显,出来以后越发明显,甚至放飞自我了。 但现在我在想,放飞自我有什么错呢? 轴只要是合法的轴,又有什么错呢? 妥协如果真成了艺术,那也休谈潇洒一生了。 陈也不是个善茶,把自己卖给民进党当工具人,本就该接受公平。 莫想到陈没石磨幽默感外还恼羞成怒,拿自己当成筹码来勤勒,简直了,还好被老天给收了。 本来四十年过得好好的,一出门就受风寒病毒细菌清洗。 从王菊的遭遇来看,世上哪有真正的自由,看只要触碰到别人的利益,你就寸不难行。 台湾天天喊着民主自由,但你不能批评它,不然它就不让你入境。 如果有一天,王菊批评一下日本,日本照样把他赶出日本。 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文章里的一句话,真的猛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式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救济,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 王志安的确应该反思,你的操守不适合做新闻评论类节目。 要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核心才能。 从你拿残疾人开涮,说明你年龄虽然大,但仍然不如民主国家的十几岁孩子成熟。 好好想想吧,学佛是唯一一条开智会的道路。 王菊,我是墙内人,受党教育长大,对日本从来没有好感。 我也知道中共很多日本的报道都是假的,但清华战争的历史让我还是深无日本。 今天看完您的这个节目,让我重新看待日本。 感谢您,让我开智。 请您坚持,举起拳头圆圈,汉字祝您平安健康,派对纸喷花。 我想提醒王菊,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风波,但还是要冷静下来,尽快回归正常的拍案。 我想,如果一直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很快观众会开始没有新鲜感,也不是您做拍案的初衷。 官司该打的打,但从拍案出发,要让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出发。 我就这么说吧,在此之前,我对台湾政治是不太关心的,只希望大家平安幸福就好。 经过这次的事情之后,我大受震撼,对台湾的好感从100%下降了一大半。 它甚至让我怀疑我对台湾的一切好印象是不是都是假的,都是我一厢情愿的。 别人跟你共同说中文,都让你羞愧了,那你可以选择说细文呀,你帮岸田文雄解读回复文那段,真是搞笑,岸田文雄知道了,恐怕踹你的心都有。 从没见过这么有趣的自大狂。 那意思说,谁听你谁是好人,谁不站你一边,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人。 你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开始有些傲娇了,面对舆论哗然,扬言又要娶日本女人,又要加美国国籍,你感觉自己百万粉丝了无所不满是不对的吧? 关键让人反感,并抓住把柄,你需要一个专业性的公关发言人,发言不能太人性了。 以后加油了。 有些人,真的基因里面带着坏,他们就希望你和他们纠缠,和你缠斗,让你没有精力放到正式上。 王菊不要掉入他们的陷阱。 特别喜欢王菊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用光驱逐黑暗,而不是用一个魔法打败另一个魔法。 期待闪闪发光的王者归来。 王志安先生,请你一定要对公开网报你和团队的卑劣小人绳之以法。 这类人对我们生活在海外华人,是一种危害,警告标志他们今天危害你,明天同样也会危害其他华人,只要揭露了他们的罪恶。 希望日本,日本政府,能将这类人驱逐出日本,日本。 是你们搞同行的那些自媒体者,特别是在美国的那些中文自媒体者在妒忌你,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你太高调。 目前你应该保持冷静,目前不要牵扯任何其他人入你的话题,安脱好自己后再说。 今天提起白田这么长话题,完全对你节目没有意义。 王菊的问题,主要还是身份问题。 如果你是金发白皮肤的美国人,在夜夜秀里,说啥表演,啥都不会有问题的,甚至还会说你幽默,接地气,了解台湾。 可惜,你是大陆人啊,一个非自由地区的人,凭什么对台湾高大上的民主自由指指点点? 王菊,谁说这不算一种磨练,历练。 经此一次,我倒觉得更加凸显了您的伟大之处。 我想,看过您片子的每一个有道德,有良知,有是非的人,都会陪着您。 你不会孤单,永远都不会孤单引用黄建祥的一句话,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真心不愿看到王菊成为政治牺牲品,站在人类角度上考虑,群众网友力量还是有限的,事件不应该再升级下去,实在不行,其他国家都还可以去。 那个内心灰暗的人,想看他最后赔偿的结果,以及相关背景。 直代表本人的观点,一直很敬佩您的人品。 陈俊翰,其实,这件事的本质再简单不过,那就是,在今日的台湾社会,我们是否能够容忍有人以恶意哄笑模仿歧视身心障碍者,原本就应该受到保障的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 王菊这次去台湾,台湾三个党,王菊只反民进党,王菊还说,要影响二百万台湾选票,王菊的立场就是中共的立场,一个把党的立场贯彻始终的人。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像党章里面说的一样,共产主者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思想,伟大的共产主者。 王菊,我在八王子那边的,我家旁边有个仓库,觉得可以作为你的办公楼,价格非常合适,最主要旁边就有警察局和车站,有些时候不能不防,一定要注意安全,有需要可以介绍,死周空旷,没有隐蔽的地方。 坏人无处藏身,外面装几个摄像头就好了,为什么全球华人多的地方,都是在相互诋毁,相互迫害,各种陷害,出国了,这种陋习什么时候能改掉,其他国家的人,出国了也这样吗? 真的是无语了,澳洲的华人真的也是极其不团结,各种鄙视链,各种利益团体,我们和印度人,韩国人没法比。 作为王菊的粉丝,诚挚地提三个建议,王菊做的是调查类的报道,调研工作需更细致,不宜太快下结论,避免用刻薄的言辞。 记得王菊当年把客观公正当作一面旗帜的,特别当涉及自己名誉,利益之时,越是要把旗帜举高。 祝愿王菊一帆风顺,王哥将来法务省调查你的时候,你把福岛和废水的系列节目给他们看看,你对日本算是有功的。 还有就是,你的节目做成中日文字幕,让日本社会也了解你的想法。 我想,日本这个高度文明的国家,通情达理的人也比较多的,让日本社会更快地接受你。 王菊就是批评了民进党,被民进党抹黑政治迫害而已,而且只是行政法,又不是刑法,外国不可能因为行政法,就还要处罚你一次。 日本那个小丑耍宝党,跟民进党乱搞的形象还真类似。 况且,王菊要打行政诉讼,最后应该会撤销,宣王菊一个清白。 啥也不说,斗内最实际,我会支持并见证到底。 对了王菊,建议这期标题和内容,多配一下日文字幕,让有兴趣的日本人了解这个事件。 如果我知道我的税金供养的,竟是如此水平的参议员,我会用选票让他下台,并告诉大家这人有多糟糕。 强烈支持王菊的维权和抗击反击。 王菊承受的伤害,完全超过了节目中,不是故意一时疏忽的,完全被故意放大的不妥当。 王菊没有政治立场,只是就事论事,损害了别人的政治利益而已。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战斗吧王菊。 这就是自由发表意见的内涵之一。 王志安是中共对台认知作战,所专门培养的一个对西方渗透的媒体意见领袖,所谓木马屠城。 中共就是要刻意培养一个媒体意见领袖,长期营造一个感言的反共的形象,然后打入西方社会,然后通过这个木马来输入某些影响,以达到中共所需的效果。 看看安倍晋三三剑帽,看看英国首相都是公仆,就可以知道日本才是最接近欧美民主与自由的国家,民进党嘛。 我不说了,比共产党还垃圾的党派,鉴定完毕,台湾人民好福气,历史在看着你们台湾人一步一步走向垃圾队,请问你们台湾人可发现了? 作为一个在外生存的华人,祖国始终是最安全的港湾,王菊现在的遭遇只能说明一贯之的黑大陆,黑政府根本没有好处,世界上哪个政府没有黑幕,没有缺点。 拿着这些帛流量,在外以黑祖国来谋生的华人,可以以此为鉴。 所以,丝毫不同情王菊。 王菊也说了,野狗是被当枪使了,我估计背后大概率是日本的其他反贼那几块料,他们在大面积拉黑其他的反贼同行,而且他们这次去台湾拿的什么身份一直没有公布,嫌疑最大。 野狗唯一的出路就是供出他们几个,找律师跟王菊谈和解,做污点证人。 王菊,谁说这不算一种磨练,历练。 经此一次,我倒觉得更加凸显了您的伟大之处,我想,看过您片子的每一个有道德,有良知,有是非的人都会陪着您, 你不会孤单,永远都不会孤单引用黄建祥的一句话,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王菊真不容易,做有深度的采访记者会动很多人的利益,得罪太多人,同时会受到台湾,大陆,甚至部分中国人的围攻。 每天还要整理新闻稿,处理各种棘手的突发事件,希望王菊能坚持下去,保护好同事和自己的身体。 我们是你的坚强后盾,加油。 王菊,谁说这不算一种磨练,历练。 经此一次,我倒觉得更加凸显了您的伟大之处,我想,看过您片子的每一个有道德,有良知,有是非的人都会陪着您, 你不会孤单,永远都不会孤单引用黄建祥的一句话,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从台湾大选到现在,即使有空档,我也每天都在搜寻着关于王菊的各方信息,毫不夸张地说, 王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沉默的大多数还没有发声,妖魔鬼怪每天上演下线秀,让子淡飞一会儿吧。 我们会看到更民主的台湾,更法治的日本,和更美好的世界。 就是一个让我肃然起敬的倔老头呀。 我常认为,中国字的人字,就是两脚撑起,腰杆笔直的人的躯体和良心,这就是人字的意义,和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意义。 你是一个让值得我们追随的人,保重和保护好自己,和你们忠诚的团队,你们辛苦了。 陈俊翰律师,其实这件事的本质再简单不过,那就是在今日的台湾社会,我们是否能够容忍有人以恶意哄笑模仿歧视身心障碍者,原本就应该受到保障的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 这无关任何的党派,更不分意识形态和颜色。 这是一个普世的人全价值问题。 这期看下来,感觉王菊心里有股怨气,大病出狱,还是要注意身体,这个事不就是让子弹飞里的六子吃粉吗? 您这道歉也道了,捐款也捐了,虽然陈俊诗人没了这个坎儿,可能不太好过吧,但我觉得您得把这事翻篇了,当然,该打官司还是得打,我们都支持您。 王菊是互联网上的一股清流,是极有洞见力的记者。 海外华人之光,调查记者典范,虽然通过法律途径旷日持久,中间可能还继续有奸人陷害,但是希望王菊通过自己的表述力,把暗处的奸人一一暴露到阳光下。 希望法律能还王菊一个清白,我们与你同在。 王菊,谁说这不算一种磨练,历练。 经此一次,我倒觉得更加凸显了您的伟大之处,我想,看过您片子的每一个有道德,有良知,有是非的人都会陪着您,你不会孤单,永远都不会孤单,引用黄建祥的一句话,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看完这集,发现对中国大陆的好感越来越好了。 正因为现在中国国力如此强大,无论是否承认,客观来说,算是既定事实,所以中国大陆护照人员在海外退一万步说,可以被美国欺负,但是绝不会被台湾这样的小地方欺负。 真的,对台湾社会越来越失望。 王菊,看看这些支持你的人,这世界是有黑暗的地方,但被光照耀的地方更多。 关于开河你的人据说,其他播主,大家刻意去搜搜,是曾在中国做虚假暴力行业,被当时在国内做调查记者的你曝光,所以报复你,这些人不会有什么好结局,毕竟什么因得什么果。 移民海外后,周遭看到的都是些自己人坑,自己人的势力,真的很不理解。 不过,我在王菊节目的评论里看到了更多善良的同胞。 王菊,是你对这份事业的热忱及专业让更多华人聚集起来。 尽管有些事有些话我并不认同你,但是不影响我对你的支持。 加油,王菊。 王菊说,对两岸都很失望。 我也是。 民进党,台湾当局,台湾网友表现出来的小气,黑帮气和煞气令人吃惊。 而民进党广妖轮系自媒体赴台,为自己唱赞歌,而不容王菊少少一点批评也令人失笑。 是跟对岸学的吗? 哪个民主先进会干这种特色事? 第三次打赏王菊。 前代虽不多,但表明铁杆粉丝的支持立场。 在江南王菊定要拿起法律武器,战胜那些所谓的双标民主政党对您的所作所为。 打败那些在日拉皮条开妓院,对您下阴招的丑陋华人行径。 良臂驱逐劣币,相信光明定能战胜黑暗。 王菊,您是一位正直,有理想,追求正义的人。 坚持走正确的路,但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自己在意的人。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有太多的脏东西,很多人在看到脏东西之后绕道而行, 而您却是在用尽全力来清除这个脏东西,以免更多的人踩到它。 加油! 王菊可以评论一下,既然在日本公司地址本来就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查到,那公开你的地址有什么问题? 你是一个媒体公众,难道没有监督权吗? 监督权知道你公司的名字和地址不是最基本的吗? 你要不就做自媒体,你要做媒体的话,那就得公开地址啊。 我只想说,你不喜欢大陆,离开了大陆。 你去赐台湾,台湾当局不欢迎你,五年不让你入境。 日本现在也有议员要赶你走,为什么到处都容不下你? 你不能总把问题都怪在别人身上,有时也需要反省一下。 水之轻则无语,你讲的就算是真话,但世上已没净土。 不止台湾人觉得民进党蔡英文可怕, 连王志安都感受到了蔡英文民进党的追杀打压。 但是,王菊你放心,民进党赖清德支持率持续降低中, 你还没把民进党跟法轮功斗倒, 他们就已经先自报,谁能活得比较久还没有定论。 王菊喜劲而弃有时候说话过于单纯, 什么叫损人不利己? 你都说有轮子系统在搞你了,轮子会不给他们好处吗? 推一万步讲,反对你的,弄了你,他高兴不也是利己吗? 别动不动扯列根性了。 民进党政府在日本关系深厚,要搞你分分钟的事, 做好准备去下一个国家吧。 吃一惊长一智,以后王菊还是少点去上什么节目的好。 直到你的媒体频道成为世界不可缺失的一个频道后, 再来考虑上节目吧。 如果日本的这个隐私真的无法保障, 还是那个建议,赶紧去美国跟二爷一起联手 做一个全球华人都认可的真正的好媒体好频道。 王先生,这是多数人的共性, 而不单是中国人独有。 等你再多了解点日本,你会看到。 同样,你了解了美国、欧洲,他们中的大多人也如此。 甚至,他们容忍别人比自己好的能力还不及中国人。 只不过,赤裸裸的表现和未表现的差别只存表现形式不同的而已。 你不也是华人吗? 仔细会议下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你有没有干过? 然后反思下,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再说,别人在你身上干损你不利己或者损你利己的事, 对于你来说也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最凡敢说什么我们华人的劣根性, 好像说这话的华人没有劣根性似的。 我是台湾人,长久拘留日本。 有关王先生,您上贺龙夜夜秀的新闻, 根本没在日本媒体被报道过。 一个在野小党的日本国会议员, 怎么可能会知道您在台湾发生事情, 跟台湾政府对您做的处分? 正常合理的推判, 应该是民进党政府想透过这位国会议员, 对您进行报复。 这个参议员真的没有法律常识, 在他国触犯的法律并不等于违反本国法律, 比如同性恋结婚就是泪案。 所以,这个议员搞笑的地方就在于身为日本的参议员, 却缺乏日本国的法律常识。 王菊,真心觉得, 若在日本状况不利, 新加坡可以考虑看看。 这次王菊聊台湾大选, 本来是我作为大陆人了解对岸民主选举的一个契机, 也是一期不落地追, 听到台湾人说大陆的不好我也承认, 然而本就是一个脱口秀节目, 哪怕里面的只言只语环节带有偏见的命题我也就一笑而过, 可民进党后续把骚操作真的大跌眼镜一言难尽, 支持一下搬家费用。 面对众多肮脏势力的围剿而扛下所有这些, 王菊真的是大心脏, 野兽一样的战斗力和惊奇神。 加油! 虽然社会总有阴暗面, 虽然万事也非非黑即白, 但我们依旧追求理想, 寻求真相, 不畏艰险, 堂堂正正。 致敬王菊这份理想主义和超乎寻常的执行力。 菊坐在卖惨了, 你从一开始就能规避这些问题, 比如雇佣会讲华语的非大陆人士给你剪视频, 或者是雇佣在中国没有啥顾虑的华裔日本人, 租赁超长期办公室显然不符合你流亡记者的人设, 搬家就更没必要了, 真的想害你的人会找不到你一个天天去固定公司上班的人吗? 损人不利己, 不是华人特有的劣根性, 做这种事情的根源大多是源于极度, 这是生而为人的天性, 有善有恶。 至善无恶那是不可能的, 从个人层面只能通过受教育或者信教来约束, 在社会层面就是法律约束和道德的压力。 人性如此, 无关种族、文化、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 王菊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方式, 近距离相对自由, 相对全面地观察台湾大选, 这两个相对都是以个人为原点, 给华人世界带来了更真实的台湾民主的现状。 希望, 王菊能顺利渡过难关, 有机会再以相同的方式介绍日本大选。 同时也非常支持王菊与台湾的申诉或官司。 离开中国, 是因为不能接受中国人带人接物的生存方式, 尤其文革几代人的文明断层。 一些海外华人也让我们领教到了总总不堪。 以王菊的实力证实了自己的经历的感受。 好在不用在华人里求生存, 惹不起躲得起。 在海外常听到一句名言, 打死不帮中国人打工。 王菊保重。 一直关注王菊。 坦白讲我也觉得王菊有些自负, 这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彭的事, 臣的事都与自负有关, 提醒王菊注意, 最好能调整。 另外, 人在他乡, 肯定很难, 不要因为自负拒绝善意的帮助, 就像你说的, 你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也只是想参与其中。 不要污蔑华人中国人, 谁弄了你你就弄他就是了, 但是不要污蔑带节奏, 不要到时候弄得所有华人是本人都不喜欢你, 谁弄你, 你弄谁就是了, 还有那个拿中国护照的是不是台湾的1450, 支持你基本都是华人, 损人不利己, 怎么就成了只有中国人, 华人才有的标签了? 说真话, 又坚持真正的民主价值观, 太难了。 王志安一个人, 承受了整个华人群体都会承受的负担, 很担心你会倒下, 因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还要多先作战。 他们人多, 四面开花来消耗你的精力和金钱,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 身体好, 才能长久走下去。 王菊你好, 说实话, 在日本支持你的华人里能人有的是, 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的人, 平常是不会出来喝拉皮条, 卖假酒的人为伍的。 你放心, 我们如果想支持你, 那些歪瓜裂走根本就兴不起风浪。 安心养好身体, 做好节目, 有事咱一起应付就是了。 王菊在入籍他国这个问题上是冒犯其他国家了, 加入日本籍来压台湾, 不行就美国籍, 这些话, 我一个大陆人听了都感到惊讶, 不像一个记者能说出的话, 非常狂妄无理, 不尊重他国人民的感情, 入籍他国是因为爱这个国家, 不是拿他的国籍当工具使用, 希望王菊真要反省一下。 做事完全出于个人利益考量, 这显然是很没有出息的。 不是说出于个人利益考量不对, 而是这会让你不会从其他角度思考问题, 产生一种局限性, 让一个不喜欢的人不爽所产生的情绪价值, 本身就难以用金钱衡量, 甚至大多数时候, 你都无法花钱让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不爽。 提个建议, 估计您不信, 您后面的墙纸, 条条框框, 错综复杂, 重重叠叠的反向下, 不好, 影响风水和个人运势身体健康。 建议换换哦, 红心搬新办公室, 最好上网查查基本的风水建一条哦。 红心对了, 找人代理您公司, 最起码看看生效合不合哦。 不信者误喷哦。 王菊不要对日本社会抱太大期望, 台日友好能成为基本盘的, 制度成色都不咋的。 自民议员礼金的问题, 不管怎么批判, 都影响不了自民的政权。 学术自由也被政府把持, 比如学术会议, 比如针对留学生的限制, 优异不管使用多少歧视性语言, 也不会被制止, 不要期待太高。 人家并不是损人不利己, 中国传统社会里, 就是社会阶级更高的, 有伤害社会阶级低的权利。 所以, 损人是一种确立权威和社会地位的行为。 对皇帝来说行不可知, 则威不可测, 对家长来说棍棒底下出孝子。 老师通过体发学生来立威, 在文革里, 学生通过体发老师来确认自己的阶级地位。 规划时除了会考察你, 是否能够在日本社会实现生活自由, 更多会看你的对社会贡献力, 其实也就是是否有纳税能力。 届时会有专人和你一对一交流, 翻译官是用不了了, 所以请务必练习好日语, 至少能流畅表达来到日本的经历与规划的动机。 诸王局能一帆风顺, 办法总比困难多。 等一下, 我不太懂透过王局你这件事, 促进日本和台湾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有何不可? 这哪里动机险恶了? 如果这件事真成了, 你不就成为了台湾和日本两国之间的桥梁了吗? 当然, 这对王局本人是充满恶意和算计想来不会太爽了, 透过负面事件达成这种事情, 但依然是好事啊。 国外的网络环境就这样, 非常非常乱, 有台湾人, 中国人, 台独, 港独, 粉红。 这些大多不是高学历的人, 高学历的都有正事做。 在国内相对网络还好一些, 至少不敢开合谁。 王局我们可能政见不同, 但是希望你人身安全得到保证, 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住好。 王局你加油, 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中国人, 你不要在意, 真心希望你坚强, 加油。 在中国如此严厉的管控下, 您能坚持说实话, 值得让人尊敬。 台湾的事件, 是因为您说了实话, 伤了台湾一部分人的玻璃心, 台湾如此处理, 最终只能暴露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双标, 打了他们自己的脸。 我们在帕西, 只要他敢发言说中国人有劣根性, 你看看中国人急不急, 你这种话少说, 为了你自己好, 也为了你以后被清算的时候, 少一些把柄。 还是那句话, 中国人的好与坏, 目前轮不到你去说, 能看到你的节目的人, 全是年轻人, 中国年轻人是最可爱的一批, 没有劣根性。 说件事吧, 有次和几位教堂认识的中国人去某国旅游, 在付小费的时候, 除了我没人付小费, 到了车上, 我说入境应该随俗给小费, 为几块钱给中国人抹黑不值得。 谁知读博士的说, 中国人名声早就臭了, 不在你这几块钱。 另外一个笑说, 不给是八国联军的报应。 这话引起一阵哄笑, 王菊有点悲情了啊, 一一你就在原来的办公室怎么了, 没必要搬啊, 以中共的做法, 根本没有必要对你不利, 海外骂中共的人多了去了, 比你恶劣的更多。 二日本这个社会极度的排外, 拿永居就不错了, 入籍的概率很小。 三赶紧做节目吧, 这些是是非非, 如果你在折腾, 人会烦的。 王菊, 希望您近期先多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 毕竟中台日法轮功, 海外偏激民运多方袈裟会很猛烈, 您触动了这些政治团体及媒体太大的利益, 希望您先把自身状况稳定下来。 如果日本当局像民进党政府那样容不下批评的声音, 那么亚洲根本就不配有自由民主之地, 希望您早做后路。 王菊在海外不要依靠国人, 会被坑得比在国人, 比如日本人, 更狠。 这个是所有善良的人们的亲身经历, 相反你离开, 或只跟在国人来往, 反而会加速你融入这个社会的步伐, 深入了解这个社会现实, 对你长久在这里居住有帮助, 或者早点找个日本人结婚,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蛛丝马迹的线索中, 真正隐藏在背后的势力是法轮功。 法轮功已经把手伸到国家层面的高层了, 如此放任, 未来会不会刺杀总统影响国家走向, 甚至发动战争, 制造国家间的仇恨呢? 而实际上, 他们就已经在这么做了, 身为中国人莫名地被仇恨被区别对待, 我想有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于法轮功。 作为大选的深度关注者, 同乐共乐者, 很喜欢民进党, 也很欣赏几位政治领袖。 但是这件事的处理太尼玛差劲了, 简单的事情处理, 非得用这么复杂的操作。 玩弄, 操纵, 这个世界, 舆论惊人的一致, 如清醒等妙床一般。 只能说明, 绿, 清于蓝, 甚于红。 很失望, 华人社会都一个样。 作为日本华人云云众生当中的一员, 佩服王菊是真汉子, 也感叹王菊真的是吃了不懂日语的亏。 另外也善意提醒王菊, 不要在视频里透露过多的个人信息。 开头的车牌号, 结尾办公室的窗玻璃, 办公室的座椅数量, 别有用心的人都会通过这些细节来获取你公司跟个人的信息。 万望保重。 新办公室不错, 虽然日本治安不错, 王菊也要小心。 为国人坑害自己人的可耻行为而感到可悲哭脸。 视频开头说的, 到现在都觉得我不可思议, 心疼一下。 我来日本没几年, 但发现做黑心生意的都是骗自己国人, 坐实了以前在国内听到的类似评价, 真是可悲可泣哭脸希望王菊能渡过难关。 王菊, 你是一位真正的勇士, 你无论遇到再大的迫害和委屈, 你都能坚强地战斗下去。 敬佩你。 你每期节目都非常诚恳地将事实论述的清清楚楚, 毫无掩盖, 这又是你感人之处。 我是生活在美国的大陆老年人, 关注你的节目已经有一年时间了, 被你的品行而吸引, 永远支持你。 加油, 拍手, 王菊加油。 为何不考虑, 加入新加坡籍, 毕竟它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 其实, 大陆最需要的是公正的法治, 台湾, 菲律宾, 印度。 但民主并不能带给社会的公正, 完全是西方媒体吹捧出来的幻觉, 反而是新加坡, 日本, 欧美的公正合理的法治, 才是文明的基石。 开头说的劣根性, 个人很不赞同。 拖江野狗和他的朋友能代表平均中国人吗? 显然不能。 他们明显是极端中的极端。 在美在日华人却是有些生活困难的, 导致内心因此变得阴暗, 但是在澳华人这个比例就非常低。 就因为几个人就给整个民族定性了, 就太离谱了。 我们堂堂中国人一点都不差, 王志安哥这拨什么同情呢? 搬个家, 还要做一期节目, 就不能静悄悄地搬。 就就算一定要说出来, 就不能只发个帖而不是做视频。 就算做视频就不能只做三十秒。 有必要做这么长? 搁着装什么玩意儿, 搏什么同情? 王志安好好感受一下自己上一级的逻辑用到自己身上。 根据自己多年与日本公司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 虽然日本整个社会五颜六色, 各种人都有, 但是日本政府和大手会社在做事上还是不含糊的。 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王局与邪教势力抗争的决心, 心中敬佩的同时也请您多多保重。 您的存在, 即是华人新闻的希望, 亦是所谓民主社会的反光镜。 你自己在推特上说什么, 娶个日本女人, 再去台湾看她们敢不敢再不让你去, 这种幼稚的话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你觉得这符合你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吗? 你很多讲话方式特别让路人反感你自己不能反思下吗? 包括你对民主社会理解浅薄, 还特别喜欢批评别人的政治, 这都是如今变成这样的原因之一。 王局, 我觉得在策略上, 在拿到日本国籍之前, 不要批评和调侃日本政府, 包括非主流政客。 日本政府和政客会觉得 你是对他们体制的批评, 可能会有应激反应。 实际上, 做非主流政客也不容易, 也要勇气。 先拿到日本国籍先说, 在这之前, 要有些耐心。 王局本来跑到日本来是对北京那个体制的, 现在好, 开始对台对日了, 而且人生地书, 身体疲惫, 令人不胜唏嘘。 王局还不明白, 你长着那张方脸, 无论是日本人, 还是台湾人看你的眼光也不一样, 法律的隐形适用也不一样。 所谓法治, 所谓自由, 所谓民主, 对之人会打个折扣, 甚至拐弯。 不能理解, 这不是民主的核心副作用吗? 民主的副作用, 不就是最大程度的, 以法律的方式保护, 释放人性。 解放人性, 我们称之为人权的一部分, 如果打压人性, 禁锢人性就会被解读为威权和压制, 而极度, 贬低, 抹黑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这部分阴暗的人性被释放了, 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先为王局的斗争精神和勇气点赞, 不过是, 斗争归斗争, 千万不要斗嘴和斗气。 有些没必要的话, 能不说就不说了, 能低调的地方, 还是尽量保持低调, 这样既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也避免了在不经意见给那些人留下什么把柄或画柄, 还可以保留病, 集中精力, 做更多值得的, 也是您希望去做好的事。 部分中国人有一种劣根性, 恨人有, 笑人无。 正常人, 羡慕塌塌过得好, 咱也要努力赶上去口牙。 部分中国人, 羡慕塌塌过得好, 咱去搞塌塌, 让塌塌过得和咱一样差, 哈哈哈哈。 所以我在美国, 非必要不接触华人, 特别是没有美国护照的华人, 采雷概率相当高, 法轮功一干人等也是太过分了, 王志安充其量也是缺口得罢了, 又没犯什么大罪, 如果这群正人君子是陈律师如常人, 如果他们自己没有从心底背试他, 为什么做这么大的反应呢? 我们有时模仿女人的声音和姿态, 有时模仿黑人说话, 有时模仿同性变者的姿态, 为什么不能偶尔模仿残障人士? 我觉得台湾政府和日本政府做的都对, 水平差不多, 吊销旅游签证和吊销长期拘留签证还是不同的, 另外, 中国与台湾处于对抗, 习近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之中对于取消敌对势力阵营的人, 无论立场的签证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二战时, 中国如果吊销某个日本人的签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吧, 经过这一个月的腥风血雨, 王菊又回来了, 不愧是从央视体制内厮杀出来的记者, 专业水准调达海外一切绿轮垃圾自媒体, 看偶像铿锵有力抗争的样子, 也教会了我, 男人得单视, 行事无论多么严峻, 心理素质要过关, 千万不能乱, 冷静下来分析问题并妥善解决, 最后, 很高兴老王头复波, 加油吧, 最重要的还是维持好自己的健康, 因为这真不是个短时间能做到的事, 你要面对的不只是这一两个黑中介什么的, 更多的是这一套坑蒙拐骗的利益链上的每一个团体, 肯定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的, 而且这些人渣也没有什么道德底线, 做好准备吧, 当然我们也都会支持你, 也不用担心就是了, 争论王菊是不是大外宣没有任何意义, 王菊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是的, 人为信仰而活着, 王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热忱而坚定, 对于党的敌人, 王菊斗争起来从不手软, 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 王菊是伟大的, 向王先生致敬, 他可以被摧毁, 但是不可能被击倒, 我支持你, 在日中国人总损人不利己, 这不是在说你自己吗? 这个镜头里, 王菊老把脖子往前伸的老长, 像个乌龟井, 好怪, 王菊开始提法制了, 挺好啊, 以前老是缺乏法制观念的, 嫌弃别人的民主, 什么都拿言论自由荡荡剑牌, 现在自己被铁拳了, 开始谈法制了, 不错不错, 别动不动列根性, 别动不动我们这个文化咋咋地, 你就说你自己别代表华人, 别代表亚洲, 真搞笑, 西方没有这种, 黑客的, 抗议的, 给你门上颇油漆的, 西方没有, 你真搞笑, 长长见识吧, 做一项工作, 本来就会有阻力有困难, 一有问题就是别人针对你, 别人见不得你好, 你咋那么自恋呢, 支持王菊, 我也是在日中国人, 但是无论是在哪里, 我们中国人不要说互相团结, 至少不要互相拆台, 当然这是理想, 估计是做不到, 所以远离中国人, 还是对的, 相对于台湾的那个官司, 我更倾向于王菊在日本, 跟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中国人斗争到底, 让他们知道, 在法治社会下, 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陈宜, 没有人应该因为说了实话而道歉, 多带点愁, 就是说你选举煽情了, 算不得一个严重的批评, 怎么会这样干呢? 之前, 我同意一位网友的话, 他说这是民进党对轮子的投桃暴力, 但是又出现了日本议员, 我就相信民进党是主动干这事的, 不是卖轮子一个面子那么简单了, 王菊, 我们都知道做自己是有代价的, 一旦人脱离了群体的认知范围, 比如曝光你们公司地址的人, 可能你的言行超过了他的认知, 他就产生了敌意, 但是群体的共识是有局限的, 容易陷入盲从和不符合时代的保守, 我们会支持你, 只要你是做善良, 为广大人民发声, 有自己态度的媒体人, 王菊我给你说, 拿着你现在的护照, 在日本的美领馆或加拿大去申请商务签证, 到了后直接定居就好了, 带着北美后也不用出去了, 然后就申请绿卡, 做些有利益人民百姓的真实报道, 不要再被西方那些虚假的新闻和宣传毒害了, 台湾人民和台湾政客都是个笑话, 他们为老百姓的付出还真不如大陆的公务员, 日本40%人都不关注政治的, 自民党现在支持率也就30%, 而且长期一党执政跟大陆也没什么区别, 主张民主的王菊被70%投票率的真民主台湾所弃, 只能在40%投票率的假民主日本维系生活真的可叹可弃, 说白了, 到现在这个阶段, 初衷估计都不重要的, 剩下的就是争一口气了, 争议往往不会来, 迟到的正义也不是正义, 王菊的事件让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即使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在被被泼脏水, 被恶劣对待的时候, 想要遵循正确的合法的城市来救助自己, 也是如此的绝望和无助, 如果这些人成功了, 还有谁有勇气来继续坚持, 做中立的, 程序正义的, 挺直胸膛的事情呢? 开始的时候, 本来不是件大事, 可整个事件越来越深刻了, 王菊的无心之过, 虽然真心致歉, 但却引来了滔天大罪, 从台湾到日本, 从民进党到法轮功, 丑态避险了, 感觉总体是法轮功和民进党在操作, 北京我们打不到也斗不过, 你一个王志安, 我们还是能搞定你的, 哈哈哈哈, 王菊加油, 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 佩服, 个人觉得, 只要在日本遵纪守法, 日本政府应该不会参与到华人事务中来, 可能也不会帮忙吧, 喜极而弃, 我自己是个自私的人, 觉得没本事, 也没必要为了什么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去, 做出牺牲, 中国人不配, 有点过激了, 但是对于肯站出来做事说话的, 都是很佩服的, 一点小钱, 表达下支持, 王菊, 你有切腹之痛, 我们感同身受, 你要去战斗, 我们会全方面支持, 但是, 作为一句海外多年的华人, 我要说一句, 台湾或日本民主社会里, 这些政客玩的把戏, 不是什么新鲜事, 都是民主制度的副产品, 是民主成果的代价, 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盼望您恢复到原先的时政评论节奏, 那才是您真正的战场, 就公民, 居民的权利和安全而言, 法治和法治是多么的重要, 我建议王先生成立一个诉讼基金吧, 专门用于诉讼, 用法律手段在法治社会维权, 这样可能会更可持续一点, 我还建议, 可能困难真的很大, 但是要亲自学且学好日语, 我知道王先生已经在学了, 一定不要放弃, 学好日语省不少钱, 希望王菊可以看到, 作为中国人, 看到这种人性的丑陋, 就归纳为中国人的劣根性, 我是不同意的, 特别你作为公众人物, 在中文媒体是有影响力的, 不可以把个人情感带入你的评论, 我生活在澳洲, 澳洲这种人不乏少数, 人性的真实, 以管中亏报之资, 就定论为中国人, 或者说是华人的劣根性, 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不就是见光死吗? 光明正大的, 办公地点有什么不敢公布的? 我看你们就是拿了漂亮国钱, 心虚, 所以才这么害怕见光, 混成这样, 也真不容易, 大陆混不下去, 台湾驱逐你, 日本议员又放不过你, 怎么办? 要不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吧, 说中国, 台湾, 日本政府都迫害你, 去美国和那些豁一起去搞民运, 哈哈, 能看到你节目的人, 你能说他们都是有劣根性的吗? 你是体制内的人, 说话要慎重对吧? 如果你想呼吁你的节目, 对内地一点波澜都没有,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做好自己的节目, 不要评判人种问题, 不要评判人是否有劣根性的问题, 对于自己的遭遇, 要尽可能克服, 当然也少不了内地人的帮助, 不要给他们打上标签, 王菊加油! 很喜欢您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深度探讨各种议题, 看过您的影片后, 从内心深处感觉到, 这才应该是一个新闻媒体该有的样子吧? 不预设任何立场, 探讨各种有意义, 且值得关注思考的事情, 这才是有价值的媒体呢? 希望您能顺利地度过这次风波, 持续报道各种有意义的新闻, 给我们加油王菊, 支持您紧绷的二头鸡, 中国人蛮奇特的, 有些人很善良, 欲人欲试力所能及, 就会帮一把, 颇有大国气质和格局, 有些人又特别阴暗, 跟跳梁小丑似的, 总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遇到什么热闹上蹿下跳, 跟过年了似的兴奋, 趁机还要动歪脑筋整人, 不考虑后果, 仅凭一股蠢劲, 出了事又承担不起后果, 立马下跪磕头, 那个脱江野狗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王菊的状况, 真的让我作为中国人感到羞耻, 我们的民族精神, 跟淘宝拼多多的商品一样低劣,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讲真话实事求, 与人为善, 是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素质, 但是在华人圈, 王却是众矢之地, 很多人巴不得他落难, 这些像苍蝇一样的乌合之众, 就是我们要一生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同类, 可悲吗? 王菊这些天实在太不容易了, 真是雇佣者, 每天打开推特和油管, 查看你的动态, 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最初那段时间, 我自己的心情也受到影响。 王菊是我在油管关注的唯一一位新闻类博主, 在评论区也能找到不站队, 能独立思考的一群人, 你的节目是我打开油管的动力, 这是我第一次打赏, 希望王菊早日渡过难关, 首先开合你的人是日本华人, 所以是日本人, 阻止你入籍日本的也是日本议员, 让你进不了台湾的是台湾人, 也不是中国人, 你没必要强调中国人的劣根性, 合着说到缺点的时候, 华裔日本人台湾人就怪中国人劣根性了, 你在入籍之前你就是中国人, 台湾国日本国看你也是中国人, 你嘴里的中国人劣根性是在指代谁呢? 建议王菊, 移民署选择性办案, 但没有违法, 官司胜算不大, 不要浪费钱了, 电视名嘴毁谤是事实, 且证据确凿, 一定要告, 而且胜算很大, 我早就讨厌这些名嘴信口开合, 说话不负责任, 却又言之凿凿, 好像很了解似的, 如果这些人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是中共的间谍, 那官司没有书的道理, 请不要忘记向这些人讨公道, 一杠一不要回避问题的本质, 在日本被报复, 是因为西太后一杠二有再次惹麻烦的可能, 说议员是傻白甜, 说神户是铁领, 反攻自省自己的性格缺陷, 二杠一在日本立法, 对行政和司法干涉不了二杠二, 在日本你无违法和犯罪, 在台湾对你的处罚, 不是犯罪处罚, 而是违法处罚, 老王真是一个机智敏锐坚毅的人, 不愧是学历史的调查记者, 思路清晰, 有理有据, 非常坚定且强大的一个人, 关于各种热门事件, 见解独到而精准, 对待政治主见言谈间有极具深度, 从局面到拍案, 从国内但国外, 从微博到推特, 一直在关注王局, 强大而具有远见, 心思缜密, 又极具个人魅力, 老王的专业能力确实强悍, 国际桥牌社第一季里, 有个比较经典的场面, 讲独家新闻报社, 次日原本计划要投版看出来一则爆炸性新闻, 却被政府用公权力强行压了下来, 报社社长一肚子气当面, 却也只能陪笑, 后经过彻夜心理斗争, 管理层决定第二天头版就看出一个字, 干, 第二天, 看到这个字的读者和报社员工, 无不振奋, 所以, 干就对了, 王局节目我一直都非常喜欢, 包括你在大陆央视做的节目, 现在你因为某些原因, 转到日本做了自媒体人, 我还是依然喜欢, 虽然在一些观点上, 我们也会有一些分析, 但是总体来说, 你还是一位敢说真话, 有良心的的媒体人, 希望你能越来越好, 特别要注意的是, 保证自己的人生安全, 我会一直关注你, 看你的节目, 加油! 王局我说句实话, 亚洲民主都不行, 因为骨子里等级制度, 都有那种上级对下级的压迫和指使, 您在视频中说, 日本政府维持了亚洲民主国家的尊严, 那是因为你没有在节目里, 谈论很多日本社会政府的负面, 如果你节目以后, 天天开始宣传日本社会, 政府, 历史的负面, 完全秉承真实报道, 他也照样会找个理由赶你走人, 王局这一闹腾, 是有价值的, 很多中国人, 即便是已经润到海外的, 也很难这么全面地了解到, 民主社会的各种势力, 法治, 规则是如何影响每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 墙内的人也会更清楚自己应该追寻什么样的民主, 我认为一个国家民主的水平, 最终是由其公民的认知水平决定的, 感谢王局在提升中国人的认知上一直以来的努力, 认同王局说的, 华人老是喜欢做一些损人不利的事, 不管是台湾的塔绿班, 或是中国的小粉红, 如果是身为权力核心, 周围我还能理解, 偏便不管是工作还是家事, 都是处在中下阶层的环境, 殊不知两岸开战, 最先死的就是这些人, 每每看到这些人喜欢用言语攻击两岸一提, 一副事不关己山峰点火的心态, 看到就觉得真的很可悲, 奉劝你别再干损人不利己的事, 别以为在网路上胡说八道, 能赚钱就能不负责任, 还有物以类聚, 你为何总遇到你说的那种见不得你好的人, 不检讨自己的言行, 却说别人都在针对你, 只能说明你多行不易避自闭, 这个影片又在胡说八道, 你不过就是个社会乱源到处作乱, 你却说别人抵制, 你是为了某好处, 你真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咱们华人基因的劣根性, 从博洋丑陋的中国人, 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需要认清自己, 国内文字历史以来, 三千四百年, 只有一百年不打内战, 都是内战造成的华人, 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都是窝里斗, 窝里横, 对自己人狠, 所以华人在海外, 基本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群, 华人, 中国人, 相互看不上窝里斗, 所以硅谷都是印度人的天下, 咱们中国基因的劣根性, 从博洋丑陋的中国人, 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需要认清自己, 国内文字历史以来, 三千四百年, 只有一百年不打内战, 都是内战造成的华人, 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都是窝里斗, 窝里横, 对自己人狠, 所以华人在海外, 基本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群, 华人, 中国人, 相互看不上窝里斗, 所以硅谷都是印度人的天下, 关于公司信息的部分, 有个疑问, 假如你再去采访某个人, 或者某些公司, 被采访者需要要知道, 你们媒体公司的信息, 比如公司名称, 电话,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在这个信息交换过程中, 怎么保证信息不被泄露, 除非说把公司注册在一个空办公室, 然后真实办公室再租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直接在家办公, 才能更多的保护隐私, 所以, 王菊您老是看见发文日期, 中华民国1月24日了, 那您前面影片又说, 整个文件中没有中华民国的字样, 我还一直认为您老眼睛不好, 所以莫看见, 看来是我天真了, 您其实看见了, 还昧着良心说文件中看不到任何中华民国的字样, 就这样吧,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琢磨一下自己哪里出了问题, 这么多年了, 四处碰壁, 四面楚歌, 危机四伏, 国内不容你可以理解, 但国外也不容你, 怎么回事, 原因需要自己去找, 我只认同一个观点, 如果你永远说是别人的错, 永远是自己的正确, 那么我只能认为你自己有问题, 好好反思一下吧, 你看上去像个斗士, 实际上你可能只是一个缩小版的唐吉柯德, 因为你党的多方现今帮定民主话语权的计划, 尤其是这前后四年, 但并非民进党针对你, 对于你是在体制内觉醒的人, 你没有合理化的恐惧表现, 至大多数的人回忆中共是疾恐状态, 对于民主的对敌, 没有妥协, 所以是你为敌对, 另外, 有很多原本支持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于民主和反共是不会变的, 而是对内政失望, 民不了声, 近年来一直认为, 日本政府是一个比普通国家的政府是不一样的, 也希望他们是一个优质社会责任感强的国家, 如果连一个这么优秀的人都不能生存, 那样太令人失望了, 如果废掉了王志安在日本的逃亡身份, 我会恨你们这个国家, 我想不单单是我一个人不再信任你们这个国家, 以后也会有更多千千万万个正义者对你们会有新的看法, 这封质疑信最多也就到了法务省法务相的秘书手里, 岸田才不会理这么无聊的事情, 日本国会的议员一共七百多人, 每天一堆议员写这种类似奏章的东西给总理大臣, 如果有关注过日本国会答辩的人肯定都知道, 好多奏章甚至内阁成员连过目都没过目, 被提问到的时候还会询问秘书, 所以好多台湾法轮功媒体真的是跳梁小丑, 老王啊, 我回答你的标题问题, 即会不会最终被迫离开日本, 如果你持续的发表与普世价值, 及人生来享有平等, 人权、言论自由、自由选举等相悖的言论, 你会被奉行这些普世价值的日本驱离, 所以会不会被驱离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相信你从被台湾处罚这件事学到了东西, 今后会在行动上有所收敛, 王菊加油, 最近一个月以来看完了您几乎所有的王菊拍案节目, 从心底的非常敬佩, 支持您做正确的事情, 我很少发言, 因为有所顾虑, 但是看到你勇敢发声, 我还是会默默支持你, 虽然暂时没有钱帮助你, 但有能力支持一定会的, 希望您身体安康, 活得长长久久, 那样我们就能一直看到您的节目, 并为此感到骄傲, 来自墙内的声音, 国人专门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我昨天就体会到了, 两个电子厂上班的厂哥, 夜里在我电动车上吐了三口弹, 我怎么知道是他们, 因为当时在便利店里面, 就我们三个人去, 大街上空无一人, 而且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听两个人对话, 满嘴乌言晦语, 我不想说中专绩校毕业, 就一定素质底下, 但是光我们这个阵子, 我可以每天让你看见各种恶心的人, 绝大部分中国人, 根本没有所谓, 司法公平公正, 公民意识的概念, 说白了, 网上倒一代人, 中国还是野蛮社会呢, 中国人潜意识都是劳资, 就恶心你, 怎么第二把, 喜记而弃王局说实话, 你要求现在的中国人, 做到道德层面的这些东西, 真的还太早, 中国人根本做不到的, 王局还是心态善, 太愿意相信我们这个民族, 是真的已经变好了, 整个世界的聚光灯照在你身上, 大家都在看着你, 这光是你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只管往前走, 公义中会彰显, 你自己走在自己成为世界名人的路上, 都是铺路的, 都是扶持的, 或正面或反面, 加油, 王志安, 你是王, 致力于让世界能有点平安的人, 你不是人有点出世的味道了, 恭喜你, 加油, 不用怕, 自有天理, 神真的在, 之所以搞成今天这样, 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王局得罪了法轮功, 法轮功和民进党是穿一条裤子的, 王局批评法轮功就得罪了民进党, 有些日本议员又是和民进党关系密切, 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这种局面, 我想韩国这个国家, 也不会像台湾和日本这样打击报复一个记者, 总体韩国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 而台湾和日本完全是跟中国对立的, 这次是拿王局泄愤呢, 佛陀清楚知道末法时期邪师说法, 如横和煞, 这里的邪师虽然指魔王和他的魔子魔孙穿上袈裟进入寺院坏他的佛法, 然而对于开启民智这项事业来说, 王志安就是披着袈裟的魔子魔孙, 伪装成客观, 实际一切为了死利, 王志安的非理性已经在批判台湾孤岛之时充分暴露, 中立客观尽是狗屁, 认识到王志安氏说法的邪师至关重要, 哈哈哈哈我从未做错, 这句话笑死我了, 你拿着旅游签证去做商业采访, 你在狡辩什么, 是谁给你的权利洗击而弃逾越法律的框架和你谈自由, 你真是笑死我了, 你来日本已经开始麻烦内阁总理大臣了, 你觉得你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王志安真是在这自我洗脑,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入籍会不会成功, 还在自我鼓劲呢, 十月你事事便知, 继续支持王局, 真的同意有太多人性的阴暗面, 总已真实待人, 最后落得人才两空, 或是太多的心思我琢磨不透, 太累了, 导致我对那个故乡的人和事越发越失去信念, 固然也无所谓回不回去了, 有时感慨自己变得凉薄, 但总比刻薄损人利己的强多了, 过好自己的日子, 做好自己, 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诸王局不如小人愿, 反而越过越好, 槽点, 损人不利己, 您污蔑身障人士被利用这事情, 是不是损人不利己? 如果不算, 那您心机可真深啊, 民主国家维权流程难, 您在某国享受惯了吧, 不习惯了吧, 我建议您的观点应该是这样, 首先要肯定对付流氓, 就用更流氓的方式, 但是流氓本身想维护自己权益困难这件事情, 需要社会反思, 这样去解读比较好, 谢谢, 我对中国人民之间的麻烦了解不多, 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些我最近的感受, 事实上, 日本政府一直无法履行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职能, 你可能听说过, 日本已被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犯罪集团接管, 像王先生这样有正义感的真诚的人, 来日本的时候可能被认为是危险的, 我是用机器翻译写的, 所以这句话可能是错误的, 这次不同意王菊, 你说的话对方也可以用来说你, 完全没有问题, 他们有他们相信的, 他们的谎言不会比你多, 如果有区别, 只有语言技巧的区别, 台湾问题我支持你, 尽管台湾有台湾的立场, 但你我都不能接受而已, 没有谁更高尚, 柬埔寨是民主国家, 台湾是纳粹国家, 明知道民主国家不允许造谣, 还要去闹, 台湾政府只能爱莫能助了, 日本政府的廉政, 公平, 素质, 能力, 智慧等方面都是世界一流的, 就文明程度而讲, 与之相比, 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还处于封建意识阶段, 有些甚至只是原始部落的帮派团伙状态, 王局大可不必动肝火而伤身体, 权当人间喜剧, 一笑了之即可, 正义从来就不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也终将无法成为人类灭绝的救赎者, 别太认真了, 我定居国外, 一直挺低调, 也比较防备华人, 虽然确实体会到, 跟华人交往, 那种能深交的潜力, 是别的文化的人达不到的, 但是华人圈就是由你所说的那种劣根性, 所以我们选择了和华人交往的时候, 极其的小心谨慎, 看到王局的遭遇实在心痛, 愿你能逆风而上, 就像西方世界常说的一句话, 杀不死我们的, 会使我们更强, 加油, 匿名的支持者, 支持, 王局, 有些人确实见不得他人好, 专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这是中华文化中的缺憾, 不过, 毕竟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是非善恶, 其实就在每个人内心深处, 王局是有理想有抱负, 有远见之士, 非常乐见王局, 继续为正义发声, 欢迎王局再来台湾, 其实很多台湾人很喜欢王局的直爽与坦率, 祝王局一路顺风,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学生, 以微薄之力支持您, 感谢您不畏强权, 坚守底线, 拒绝不以屁股决定脑袋的挺民进, 民运, 轮子的政治正确, 始终坚持一个新闻人, 说自己想说的, 做自己想做的, 报道自己想报道的自由与良知, 不被他人定义的坚持自我的雇佣者, 同时也感谢您, 通过传播您的视频, 唤醒我无数身在中国的粉红朋友们, 愿民主自由归中华, 王局不要太天真了, 那些人真的是毫无缘由地攻击你吗? 你的真伤害了某些人的恶, 太没有底线了, 他们开始玩阴的了, 若是恶人此次成了事, 我对民主国家真的彻底失望了, 中共不让您说话, 台湾不让您说话, 日本又在整人, 您没有做错, 错的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民众, 和滥用民主的政党和媒体, 请您一定坚持下去,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支持你, 王局, 华人中的现代鲁迅, 迅哥说话不讨喜, 因为他说了太多实话, 印证了太多东西, 所以现在国内教材都对他的文章删减, 华人的劣根性我承认, 小到村子大到城市, 再到专制, 和所谓憋红脸大喊的民主社会, 都有体现, 总之, 华人总是大喊文明口号, 而被地里憋着坏劲, 恨不得你死, 越是想要去中国话, 我越觉得台湾人根本就是中国人, 太像了, 王局回国内吧, 国内谈不上多好, 但也不差, 共产党没控管你那事, 顶多被警察教育一遍, 喝喝茶就放了, 你又没被通缉, 怕什么, 真要抓你中国警察, 是第一个知道你住在哪, 你没权没事打压你轻而易举, 国内虽然限制言论, 但你只要不违法, 其实做什么都放得开, 民主自由慢慢来嘛, 现在嘛就是战略第一, 集中资源力量, 抢全球资源, 一代人做一代事, 眼角含笑, 作为大陆人, 我很能理解王局目前的状况, 作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支持者, 我从精神上支持王局为此坚守, 但从个人和社会抗衡的薄弱来讲, 日本侵台, 长期来看, 日本并不是你理想的根据地, 并且日本也比较排华, 比较担忧你的安全, 还是考虑搜寻一下, 哪个国家言论相对自由, 也不排华的国家做根据地, 首先要保障新闻人的安全为首, 继续支持你的频道, 红心, 王局, 如果你不深刻反省自己, 在这件事情中的过失, 并引以为鉴, 前面还会有更大的跟头等着你, 比如, 你讽刺民进党, 对你有好处吗? 你捧民众党, 对你有好处吗? 这根本不是所谓的劣根性, 因为人是有情绪的感性动物, 多反思自己, 少怨天尤人, 没有强大的内心, 无法长期从事政治相关的事业,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你这般了也没用, 只要有人跟踪你, 不是又曝光了吗? 只有你在一个地方录影, 然后把视频传给办公室人员剪辑, 才有可能保障你的人马不被曝光, 你的位置只要有人愿意跟, 就一直没隐私的, 日本是允许请私家侦探的, 至于你的人马, 只要他们愿意找人跟, 也是能跟查出的, 所以, 你搬家是没用的, 唯一解决方案, 多安些高级的摄像头, 买把枪, 量他们来找麻烦, 王菊, 您反复强调, 剥夺五年入台是绿党政治迫害, 您能介绍一下, 绿党的反对党是什么态度, 如国民党的态度, 国民党是否反对, 国民党是否认为是政治迫害, 如果国民党反对, 并认为是政治迫害, 我相信你受到迫害, 如果国民党不反对, 我相信你没有受到政治迫害, 是你自己认知有问题, 所以, 有时间介绍一下, 国民党对此事的态度, 以及其他反对党的态度, 谢谢。 谢谢。